Hello 大家好 我是敏艾 我們來到了大邱 來大邱要做什麼 吃東西 好香啊 我的媽呀 有點衝擊 很特別 非常特別 因為這邊有非常非常多那種 小吃街啊等等的特別的食物 所以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介紹一下 四種 你來大邱一定要吃的特別的食物 沒錯 那我們就出發去看看吧 我們來到的第一站就是 來到大邱必吃十位之一的 真排骨間 沒錯 我們就去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的排骨店 哪一間好吃呢 沒錯 我們就出發吧 Let's go 這邊全部都是 真排骨店 超級無敵多 對吧 兩邊喔 全部都是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了 沒錯 我們的排骨也上來啦 但是呢 為什麼大邱這邊 真排骨會這麼有名 就是因為 其實大家對於排骨 說到排骨印象中 我們就是那種在炭火上面烤的 醃漬醬料排骨 所以啊 來到大邱看到排骨 竟然不是我們想像中那種排骨 很特別 非常特別 沒錯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看吧 小塊一點的 好 先吃吃看這個 試試看喔 它的排骨其實很嫩耶 它的排骨其實很嫩耶 大家這樣看的話 可能會覺得排骨 會有一點點柴的感覺 但是其實不會 非常非常嫩 然後入口的時候 會先有一個醬料的香味 後面才有一點點的辣進上來 我覺得很好吃 而且很嫩 重點是排骨很嫩 好 我們就繼續開動吧 好 多了 沒錯 這是第二間中排拌飯 因為它很特別的是 我們通常看到這種料 都會覺得它是炒馬麵 但是它不是它 就有點像乾炒炒馬麵之後拌飯的感覺 它有一個半生的蛋 看起來就很好吃而且很香 然後我們來吃吃看 給它拌一下 看起來就很好吃 天啊 我真的很不會拌飯 雞蛋烏雞 沒有味 它吃進去是炒馬麵的香氣沒錯 但是比起炒馬麵的那種湯的 麵的那種味道之外 它多了火味 所以它整個變把香味提高的感覺 鮮味也提高 非常的加分 然後這個的話是辣的炸醬麵 它也是有點像 一半是炒馬麵的料 然後一半是炸醬 吃吃看 OK 它甜度很高 它拌完其實就只剩下炸醬的味道 但是有點像是有一點點辣味的炸醬 海鮮炸醬的感覺 我覺得還是炸醬麵 就是沒有差很多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進來裡面了 它很特別就是它的生牛肉 如果你在首爾市或在其他地區吃的話 其實生的牛肉它會是一絲一絲的 但是這邊是一塊一塊的厚的 它有給這個醬 應該是辣醬然後再加上香油 我們來試吃看看吧 沾這個吃吃看 因為它很厚所以它嚼勁很足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吃的話 其實它會有一點冰冰的 其實它會有一點冰冰的 如果是吃生牛肉 不然是拌飯還是什麼 那其實裡面都會有一點冰冰 那它是完全是 常溫 所以我覺得 口感上 有點沉積 因為它整個咬下去是 潤的 不過整體來說是 還是好吃的 反正我覺得它的口感有點奇妙 吃吃看看吧 好吃 好吃 超新鮮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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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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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就是大秋來必吃的餃子 為什麼要吃餃子呢 就是因為它的餃子長得非常的特別 它不是那種一般的很厚的餃子喔 它是那種扁扁的餃子 所以非常非常的特別 沒錯 那我們就進去吃吃看吧 我們的餃子下來了 沒錯 它的話上面會撒洋蔥 生的大蔥跟醬料的感覺 然後老闆娘建議要摺起來吃 但是因為明爺其實不太敢吃 所以我想說先來吃吃看原味 然後我再來把它摺起來吃吃看 超級無敵薄的對吧 什麼都沒有的話 有點像吃沒有包任何東西的很薄的蔥油餅 它裡面有包蔥粉啊 好 來吃吃看包的 它的醬料不會辣 它的洋蔥感覺是有醃過的那種 你咬下去的話會覺得洋蔥甜甜的 然後帶一點點醃料的味道 蔥也不會辣 所以整體吃起來比單吃它還要豐富 還蠻好吃的 包起來真的比較好吃 好的 我們這一次介紹給大家來大丘必吃的食物們 就到這裡結束啦 我明爺個人是覺得 每一樣食物都必須要吃 每一樣都非常的好吃 看得出我有多麼誠懇了吧 所以大家之後如果有來大丘 一定要去吃吃看喔 好的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下我喜歡 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